欢迎收看喵娱乐 时隔四年 李子柒再度更新视频 此次回归也再一次证明了 何为顶流网红 李子柒连更两条长视频 各大平台同步更新 无论是国内的平台 还是国外平台 所有粉丝都在评论区欢呼 值得注意的是 直到发稿前 李子柒的B站视频 同时在线观看人数 仍高达三万人 四年不见 很多人最关心的点就是 李子柒这次回归 她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 有粉丝猜测 是不是这四年里 有很多的存货 没想到李子柒亲自回复粉丝 表示让粉丝们再等一等 自己还在剪视频中 也就是说 李子柒确实还有很多的视频库存 量大管保 再结合李子柒的视频创作周期 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 不难推测出 李子柒停更的这段时间里 除了忙着官司 她大部分的时间 仍然忙着四处学艺 作文画输出 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合作方 成都七期工艺场的证实 据悉 李子柒专门拜访了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尹丽萍老师 了解了这项飞翼记忆 其中还包括了脱胎 雕刻 装饰等极难的技法 尹老师还曾说 这项记忆的艰苦 非常人所能承受 一开始 李子柒前来学习的时候 还以为她会打退糖骨 但是在学习中 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 更重要的是 这项记忆 要三年才能入门 可想而知 李子柒为了这期视频 背后到底经历了 多少个日日夜夜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 李子柒也经历了严重过敏 但她仍然没有放弃 只能说这样的付出 足以让内宇的208们 学习一阵子了 当然 李子柒这几年 也不是只为了短视频 输出而奔波 她还深耕汉服文化 致力做汉服推广 在某平台上 有博主 晒出了与李子柒的合照 称这三年来 她一直与李子柒在一起 而此人 也是汉服推广的老师 去年曾受 国家公共云文化平台的邀请 录制汉服的文化密码 这个课程详细地讲解了汉服文化 也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 而在即将到来的11月末 李子柒也受到了 来自央视的邀请 参与录制汉服节目 不得不说 这排面是真的太足了 当然有网友担心 既然李子柒已经回归 今后她还能不能 用这个名字继续活动呢 博主表示 目前李子柒的身份证 都已经由原来的李佳佳 改成了李子柒 通过相关网站查询 也确实能看到 她名下的两家公司 法人那一栏的名字是李子柒 看来她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做好了防范和全面准备 改了名字 与钱东家再无合作 李子柒这回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 去做好自己的内容输出了